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后花园的花花草草 后面的花园面积不大 我和Cherry重新设计一下 只保留了小部分的草坪 如于花园有地平高叉 再加建了阳光房后 旁边设置了甲板平台和植物种植池 里面种了各色的观赏类花卉植物 配合阳光房的大面积玻璃 成功地使室内外的绿植和花卉融为一体 前面的花园是围绕在房子的周边 面积虽说不小 除了窗台下的种植池和家中的一些灌木梨墙和果树外 基本上都是以草坪为主 由于这部分草坪在房子的院墙之外 所以经常有一些路过的狗 或忍不住在这里方便 如果主人没有发现或者疏于轻盈 在我除草的时候就会发现案发现场 Cherry 还需要一个袋子 还有狗屎 这狗为什么喜欢在咱们这块儿拿屎 狗主人也不剪 下次我们这儿数个牌子 禁止狗在这儿在此处拿屎 咋了 好恶心啊 Banny的日常是学习一个运动 Banny喜欢篮球 可能是因为受我影响的缘故吧 看NBA在自家的车库前打篮球 都是必备项目 英国的篮球运动是个冷门 除了体育馆内的室内场 室外场地只有在个别的公园里才有 因为有了车库前的空闲场地 我在搬过来后就安装了篮球篮 这样的话 只要有些时间 我就和Banny可以一对一地对战继续 从一开始 我随手可以大帽Banny 到现在她长得跟我一样高 跳得比我还高 有时我不努力的话 她可以轻松地虐我 Chloe和几个小伙伴约好了去学骑马 我和Cherry来来去去 就成了车夫和摄影师 学骑马是个需要耐心的过程 每个部分都需要反复体会 人与马的和谐相处 是建立在互相尊重 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骑马活动结束后 Chloe按照计划 在市中心的书店 买了很多的漫画书 她喜欢画画 但是不喜欢出镜和陪爸妈购物 老龙 我今天买了这么多漫画书 开心不开心 A strange girl with a blue mask 买了这么多书 开心不开心 把Cloy送回了家 他可以和Benny一起照顾淘气的Toffee 然后我和Cherry抽了个Cone 可以一起来到离家不远的农场和花园中心 稍作片刻的一杯咖啡小气 和精心挑选的几盆花卉购置 为家里的花园又增加了一些色彩和获利 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 福瑞一家的生活频繁而充实